很识货嘛 这是三十年沉的黄蜂 我教你阿絮成吗 阿絮这十九的功力 和我看人的功力有得一拼啊 来一口吗 就你这眼神 算了吧 我看人可准着呢 我敢肯定 扒下你最外头这层皮囊 里面一定藏着个好大好大的惊喜 你不妨扒了看看 不急不急 早晚的是 我都教你那么多次了 选的就是你 你就别生气了 马粗啊 好不好嘛 我都教你 嗯 嗯 嗯 小心 嗯 哦 嗯 周兄 咱们这缘分尾时深啊 莫非是三生时尚旧惊魂 是阴魂不散吧 不知温公子一直跟着我 所欲何为 不妨明示 我想要的很简单 你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 我就告诉你 不如先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你的真面目想必是很均啊 我的真面目嘛 可就不一定那么好看了 有可能是满脸疮疤 有可能是轻面獠牙 认他是什么 我都没有兴趣 不过我也奉劝温公子一句 与你无关的事情 别那么感兴趣 那么我请问周兄 楼上的张公子 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你就情愿不知深浅 一脚踏入这漩涡 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我只需将张公子安全送到赵敬手中 旁的事 与我无关 主人啊 你们喝酒怎么不叫啊 阿湘 我问你 世界上第二可爱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人 请我吃饭的人 是嘴硬心软的人 那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谁啊 是腰细腿长 又嘴硬心软的人 怎么没生啊 难道他真的走了 细菌 去看 小姐 王爷真的走了 这个野蛮人 怎么说走就走啊 这是给你的补助 这是给你的补助 兄台这步伐偏偏若仙 小可一见难忘 这才特地先来想再见事一番 偏偏若仙 酿了个推来 公子可有眼疾呀 不不不 我眼光好着呢 这步伐飘飘稀若流风之回雪 仿佛稀若青云之碧月 甚美 甚美 这人是谁呀 他认得四季山庄的流云九宫铺 我见兄台亦是好酒之人 春色正好 何不与我一步船上喝几杯 所谓花间一壶酒 独酌无香亲呢 公子一路尾随 究竟有何目的 不妨明示 尾随 不是兄台吩咐地说 有缘江湖再见 我这不就来见你了 放个屁都是想的 你这胡子也太丑了吧 还不如那个董月外的呢 本王的胡子哪里比不过他了 不是吧 胡子的醋你也吃啊 我不光吃醋 我还要吃了 若是有房啊 咱还能不给你住吗 实在是被一位公子呢 把整间店都给包下来了 您老多包啊 要不去别处看看 别处还有客栈 对不住啊 那倒是没有 没有你让我们去哪里 你要是出了咱家的店 去哪儿小子就管不着了呀 你 柴房 柴房也行 我们旅途劳顿 但求有个过夜的地方 这不是周兄吗 什么柴房 哪儿有让我们周兄睡柴房的道理 掌柜的 把少爷的天字第一号房打扫一下 让给这位美 这位壮士 好好 小二 快 赶紧安排 好嘞 周兄啊 我把我自己的房间都让给了你 还给你准备了两套新衣服 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 却朝旧站吗 怎么说 也给你让我进去坐坐吧 我看这里啊 空的房间多得是 你随便找两件坐坐吧 可这天字上房就这一件 啊 这准备 叫什么 咱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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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冷